你 诶 no problem no problem 各位大家好 這是任天堂的suit switch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如何將這個任天堂的switch 連接到這個iphone lightning的這個ipad usbc 版本的這個ipad pro 安卓手機 或者是這個筆電的這個obs上面 呃我們連接到這麼多的裝備是要幹嘛 其實啊我們在做直播的時候是可以做錄影的 或者是做直播 那我們連接到剛剛講的這些iphone 安卓 或者是ipad 或者是筆記電腦的obs都可以做到直播或者是錄影的這個功能 可不可以 不要接電視啊 其實還是不行的啦 因為 我們的我們會在意的還是是那個延遲的問題 那麼一般的擷取卡都會有大概有100ms的延遲 所以呢如果你直接拿這些iphone或ipad或者是 安卓的螢幕來打電動的話 可能會有延遲的問題需要考量 比如說我們現在接 一個是這個 HDMI的一進二出的分配器 然後呢一路接到這個電視 然後呢另一路我們會接到這個iphone上面 如何將這個 任天堂switch的影像 丟到iphone 我們要準備一個 擷取卡 這個叫做 febom的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那麼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micro usb 這邊是要供這一支擷取卡的電 然後這每個usb的接口要連接到這個iphone 好我們先給他電 這個是micro usb的連接線 然後呢給他5伏特的電源 然後你看到這邊有個usb的接口 將這usb a的線接進去 然後呢再把連接到iphone 那iphone的話這邊要準備一個叫做 這個東西 叫lightning to usb3相機轉換頭 連接進來 再接到iphone 這時候請你打開你的app medialink live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會出現藍色的畫面 好你看到藍色的畫面的時候請你將這個 任天堂的hdmi 接到這個擷取卡就可以了 看到畫面就是來自於任天堂的switch 這邊 然後呢你也可以做直播啊你可以做錄影啊 好我們來做錄影給你看 這邊有個錄影的功能 錄影 就可以將你的 影片錄影到你的iphone 好再來 好我們停止錄影 然後我們可以到這個iphone的那個 那個 照片區看得到畫面 這個地方 這是剛剛錄影的 這個是剛剛錄影的 把聲音打開來 ok 接下來我們要連接這個ipad 這個ipad是lightning的ipad 所以就跟剛剛iphone的原理一樣 就直接把這個東西接進來就可以了 一樣 這個軟體叫做medialink live 或者是medialink switcher 好示範給你看 這時候打開你的 app media link live 畫面就出來了 我們剛有介紹錄影的功能 我們現在來介紹直播 這邊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個facebook 或youtube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要的直播平台 比如說我做粉專直播 個人直播或社團直播都可以 粉專 開始 這樣就可以了 直播過程中 預設把聲音關掉就把它打開來 好啊這時候你就用你的 另外的手機就可以看到直播的內容 直播過程中 直播 接下來我們要探討是如何接這個 usbc的這個ipad pro 這個usbc的ipad pro啊 你就不能接這個lightning to usb3的轉換器 要把它拔掉 換上這個usbc的hub接進來 好一樣的道理 這個app啊就打開media link live 或media link switcher 畫面一樣出的來 聲音放大一點 啊一樣的道理一樣可以玩 那跟剛剛一樣一樣是可以做錄影的 這邊可以做直播 也可以做錄影這樣子 那如何在這個安卓手機上面使用 那麼 一樣是可以用 那 一樣是準備這一支iOS直播專用擷取卡 然後呢 準備你的這個micro usb的線 這個接起來 現在這個線啊 這個不要再跌電源的就直接接到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啊你就準備一個 usbc的hub 這樣子 這個是usbchub把它接到你他的屁股 好你可以看他這邊有燈嗎 有亮好 等一下就可以了 等個10秒鐘 好就會出現 這個app是那個uvc專用的app 你就在google play打uvc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有畫面藍畫面嗎 那我現在把它弄成直的 你看到藍畫面跟剛剛的玩法是一樣的 你就將這個 那個任天堂的hdmi接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一樣是有聲音的 那這個app可以錄影啊 你看哦這邊可以錄影 這邊 我這邊可以錄影或照相 我現在錄影 停止錄影 停止錄影 這時候你就到那個 照片區就看得到畫面看得到影片了 這個 那當然啦也可以做那個直播啊 直播的話請你就用那個一個軟體叫做 camera 5 live 這個 camera 5 live 一樣就可以做臉書直播啊或者是 youtube 直播都可以 好我選擇這個 開始 確定 確定 確定好畫面就跳到這一個任天堂switch的畫面 這時候你就可以玩了 只是這時候他就沒有聲音 好你聲音就要用這個電視去播 這樣就可以做直播了 接下來要分享如何在這個 電腦 pc 的 obs 使用 一樣的道理 將這一個iOS直播專用擷取卡的micro usb 連起來 然後呢再連接到你的電腦的usb 這是type a 好 大概等個10秒鐘的時間 這時候再打開你的obs就有畫面了 哦你看到藍畫面嗎 在看到藍畫面的時候再將你的hdmi 任天堂的畫面接進來就可以了 這是任天堂的hdmi 好就有畫面了 那玩法就跟之前一樣obs你們很清楚怎么使用嗎 可以做直播可以做錄影都可以 其實你一定可以做一些 我可讓你做的 我會幫你點個手 噱 我會給你們